兒童節將至新竹市的幼兒園內 最近舉辦了一場演唱會 畢業校友陳翔雖然是位失贓者 但是他仍然憑著自己努力考取的 全台12縣10的街頭藝人執照 最近特別回母校 透過表演感謝母校的照顧 感覺非常的高興 因為從來就是沒有就是 第一次就是這樣近距離的 跟大家互動過 就是這一次是 園長特別給我機會的 然後我很感謝園長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我會繼續學習 鋼琴聲響起畢業十年的陳翔 仍然記得幼兒園的圓歌 與孩子們開心的大合唱 新竹市教育處也特別頒發 圓夢獎金給陳翔 鼓勵他繼續往自己的夢想邁進 非常的感動 我們的陳翔他高中畢業了 也考取了街頭藝人 回到他的母校 新竹市立有遠來看他的老師 來看他成長的這個環境 然後把他所學的這些音樂 來跟他的學弟學妹 還有家長們一起來分享 我想我們就要多鼓勵 像陳翔這種他能夠努力 然後照顧自己 也能夠把自己的所學的分享給他人的 那我想每一個人他都能夠發揮他的專長 讓這個社會更美好 我想陳翔就是一個這麼棒的這一個人 陳翔到今天其實都是很多很多人的幫忙 像這種身心障礙小孩不是我家長多厲害 而是說我們台灣還是很好 因為他是接受很多很多數不清的人來幫助他 包括老師還有平常有時候平常有的人也會說 你只要稍微一句話鼓勵 其實對比較厲害的沒有什麼 可是對這種小孩子他會覺得你很棒 你鼓勵我 我也很棒這樣 身障者平時需要面對很多常人難以想像的難關 原方邀請陳翔返校不但給了孩子一個歡樂的活動 更期望啟發學生 學會尊重別人跟自己的差異 上了一堂珍貴的生命教育課程 凱破新竹 陳洛宜紅採訪報導